一樣,我們先進入台積電 去看它大的格局 那麼一樣,我們先把 技術分析呢 點到月線,然後收到最小 它保證不輸錢的地方是36.4塊 高點是688 那麼周線呢 高點是688,低點是206 日線呢,高點是688,低點是432 那麼看一下上次的起跌點跟起漲點 上次這邊的起漲點 漲點是435塊 今天略有手,所以要拆底的這邊都可以開始佈局看看 那有吃到的呢,建議是520 520到510這邊做個調節的業務行為,或是說這裡 492 如果說這一波在汽手,我們抓它的等幅測均 一樣,那就先截圖截起來 明天的 430很關鍵喔 高低點寫出來,畫出來 低點觀察430 高點觀察510 那麼盤整坡幅的格局應該有 80塊 有可能不排除 這邊防守成功的話會走80塊的整理坡 那未來有噴出,下一關觀察590 那萬一這邊在汽手,下一關要觀察多少 沒有錯,就是大概 更正 大概是 350 350 350塊左右的價格 那一樣喔,我們進入到它的那個 60K的格局 做當充隔日充的業務行為的規劃 一樣喔 低點觀察446 高點觀察513 就做這裡的盤整格局的坡幅 446 513 432 觀察432跟466這邊的整理坡有沒有W 有就開始跟著吃看看 今天只是第一天喔,別急著建倉 再觀察一下明後天 來追高都還來得及 有做到了這一段的盤整坡幅 我們這邊目測啦,大概有70塊 70塊的整理坡 跟日線的格局差不多 那麼有噴出,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多少 大概580 如果看60K的格局 那這一波萬一再起手,就430-70 觀察大概360 也跟日線的格局差不多 到那個上面這條線喔,觀察 這個 有沒有走這樣 走這樣的業務行為,通常都比較不好 就表示說它做頭成功了 底部才剛開始 建議讓它盤個幾天 你看它有支撐就跟著吃看看 要撈底的現在都可以撈看看 做好你的風控 萬一停損你要 有可能不排除去等360 430 520 580 這是我們做台積電 必須注意的它的格局跟價格的位置的地方 那台積電以上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